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麦玉姐 新闻一开始呢 我们首先带您快速浏览今天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美国5月通膨CPI 8.6% 创下40年新高 美国劳工部今天表示 由于汽油 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 在5月份大幅上涨 美国通货膨胀推升至40年来的新高 上个月消费者价格较12个月前 飙升8.6% 新的通膨数据是自1981年12月以来的 最大年度增幅 这将加大美联储继续大幅加息的压力 美国入境政策再松绑 12号起搭击免阴性证明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宣布 CDC将取消预入境旅客登机前 需出示PCR检测呈阴性的要求 据悉 该命令于美东时间12日零点生效 预计能为美国经济复苏带来重大影响 不过CDC仍将在90天内重新评估此决定 美SH-60海鹰直升机坠毁 两天内第二起坠机事故 继8号在加州一架鱼鹰型倾斜悬翼机坠毁 机上5名机组人员全部殉职之后 9号又发生坠机事故 一架SH-60海鹰直升机在亚利桑那州训练厂坠毁 然而万幸的是机上4名机组人员都存活下来 仅有一人被送往医院 没有生命危险 飞行员短缺 美国航空公司停飞100架飞机 由于疫情放缓招聘和培训 加上数以千计的飞行员提前退休 整个航空业一直受到飞行员短缺的影响 American Airlines今天表示 100架支线飞机将停飞 许多航空公司也别无选择 只能停飞部分飞机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去年12月 就停放了100架支线飞机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